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一个只有15年的短命帝国,却用一次改革,影响了华夏2000年,都市公元前221年,秦王嬴政26年,因其国拒绝使者进入其国为理由。 命大将王俭之子王奔率领军队,由燕国南下攻打齐国首都林兹,秦兵一鼓作气,连攻72城俘虏齐王建,在原来齐国的国土基础上建立了齐郡和狼牙郡,齐国的覆灭标志着秦始皇正式统一了全国,秦始皇统一全国后,做了规划了几件统一后巩固帝国大使,向北派大将蒙田率领帝国30万精兵, 驱除骚扰侵占河套地区多年的匈奴游牧民族,并在战国时期修筑的长城基础上建立了更为牢固和长的秦长城,在当时以及些年后,都是最有效的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最好屏障,保障了肥沃的河套地区的粮食安全生产,对帝国粮食的持续保障供应, 向南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岳之地,公元前219年,秦始皇派屠随为主,将兆驼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,屠随因为滥杀无辜,引起当地人的顽强反抗,被当地人杀死。 秦始皇重新任命任销为主将,并和兆驼一起率领大军平定岭地,经过四年努力,公元前214年,令南总算顺利地划进了大秦的版图,保障了帝国南部地区的平定,跟除了霍乱源头,秦国旨周孝王时期因秦妃子为周阳马有功,在公元前900年,获得周孝王五十里的全球封闭,其人至此发家经历三, 七代至秦王子英,公元前206年只共694年,历代秦王历经图治开拓进去,在公元前221年,秦王嬴政,终于完成祖上34代的夙愿统一全国,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郡县制国家,公固华夏文化文明之地,使得华夏地区由落后的分封式奴隶社会,转为到一个新的社会, 为后来继承制度的汉朝400年,稳定打下了牢固的南北基础,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,使得华夏地区因为地区差异而演变得不同方言,有了一种官方引导的文化传播途径, 大大提高了各个地区的贸易、经济、文化融合,如果没有大秦15年的统一华夏地区,应该会变成现在的中亚地区那样,效果邻里,语言不通,读历史,不是看故事,读书思辩,换位,如果主角是我我会怎么安排, 这件事对现在生活有哪些关联,自己遇到怎么处理,大秦虽然统一只有短短15年,却是影响到华夏的2000多年的文化。